這是 ios 直播專用擷取卡 這一個擷取卡可以讓這個外面的這個攝影機 在 ipad 上面做直播 好我連接給你看 這是 sony 的 camcoder 然后這是他的 hdmi 輸出 我連接一支擷取卡 這樣畫面 攝影機的畫面就會在 ipad 上面顯示 除了顯示之外還可以做直播 比如臉書直播 youtube 直播 還有 rtmp 的一些直播 這款擷取卡是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所研發出來的 那已經經過了快4年 一開始啊只能在這個 ios 上面做直播 那我們後來也經過 幾年的眼鏡之後 從上一代的版本可以在 windows 10 上面做直播 那到今年最新的2022年的版本 我們也可以實現在這個 android上面做直播 所以說啊 您今天使用這一支 ios 直播專用擷取卡 是可以跨平台做直播的 當然第一個是做 iphone ipad 上面的這個直播嗎 就像這樣子 第二個呢 就可以在這個安卓手機上面做直播 在安卓上面做直播啊 我必須要特別強調 我沒有測試所有的安卓的手機 所以啊 這個有一些可能會有相容度的問題 那麼我今天測試的是用 三星的 s21加安卓11加 app camera 5 live 做一個直播的測試 第三件事情 我們會測試的是在 windows 10 上面做 obs 的直播 好 首先我們先介紹 如何連接在 ios 上面做直播的連接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如何讓這個 febom 的 ios 直播專用擷取卡 在這個 ipad 或者是 iphone 使用 我會先介紹這個 lightning 的 ipad 然后之后會介紹這個 usb-c 的 ipad pro 好 先將這個 ios 直播截取卡 連接線接進來 這個是那個 供電線 供這支截取卡的電 好把它連接5伏特的電源 好然后呢再 把這一個 usba 的線連接起來 這樣子 然后呢 lightning 的話 你要準備這個lightning 組 usb 3 相機轉換頭 這個我們出貨也是有一個選擇 可以選擇的 把它接起來 再把這個 usba 把它接到 這個轉換器上面去 這時候呢 請你打開 app medialink live 這一個 media link live 打開來 好你會看到藍色的畫面嗎 藍色畫面表示說 目前這一支截取卡 已經成功的在這個 ipad 上面使用了 這時候請你將這個攝影機的 hdmi 拉出來 將 hdmi 的線 連接到 截取卡上面 好這樣就搞定了 這邊選擇進去 這邊看你可以選擇你的直播的解析度跟你的位元率 這邊看你可以選擇你的直播的解析度跟你的位元率 那麼臉書臉書直播的話請你選720p 比例在4000以下 好那這邊 再繼續按下去 這邊有個叫做直播選擇management這邊 這邊可以選擇啊你目前的直播的平臺 比如說你可以選擇youtube twitch 啊為什麼沒有臉書 因為我臉書已經加上去了 如果你還沒有加臉書的時候 這邊會有一個臉書的一個選擇 這時候退出去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選擇臉書直播 好我選擇臉書的 粉磚在這邊 按開始 這樣就是開始直播了 按直播出去了 同樣的道理 我也可以用在這個 usbc的ipad pro上面 那ipad pro的話請你準備一個 usbc的hub 好然后呢 這時候 iOS擷取卡的這個藍色的線 本來是接這個lightning to usb3的相機轉換頭 就把它丟掉了 然後換成這個usba的頭 接到這個hub上面 這樣子 一樣的道理再打開那個app media link live or media link switcher 好這時候畫面就是轉到這個攝影機這邊了 那直播就跟剛剛一樣 就在上面做臉書直播 youtube直播這樣子 第二個我們介紹如何在安卓上面做連接 直播的設定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 如何讓這個 Fable的iOS擷取卡在安卓上面使用 我這臺是安卓 11的手機 他是三星s21 然后我等下會用那個app camelofile life做一個示範 首先將你的iOS直播擷取卡 取出來 然后呢你看到背後的連接有兩個洞 一個藍色的地方你就不要管他了 你只要用這一個 這個地方 這個一定很多人來問我 一定每個人都插這個洞 不要插這個洞 這個不要插就對了 插這個洞 用micro usb去插 橘色這條線 這個我出貨都會送 然后呢 請你連接 準備一個usbc的hub 連接到你的手機 好 將這個剛剛插好的線連接到這個 usbc hub上面去 那等個大概是10秒鐘 好 這時候我們再去這個手機裡面打開app camelofile life去做設定 這個 然后按臉書直播 開始 然后看到這個地方 請你按確認 確認 確認 好你會看到藍色畫面 藍色畫面表示說 這一只截取卡 已經成功在安卓手機上面使用了 請你將 攝影機的HDMI打開來 這是HDMI的線材連接 ok 現在的畫面就已經進入到了這個 安卓手機上面去了 好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按直播了 好這邊就按直播 建立 好這樣就直播出去了 第三個 我們要介紹的是 怎麼在windows上面 做OBS直播的設定 我們現在要展示的是 如何讓這個iOS的直播截取卡 在電腦windows10上面使用 我等下會在這個windows的 OBS上面做示範 首先呢 先將你的iOS截取卡 的背面打開來 你會看到這有兩個孔 請你不要插入這個 一定會有很多人來問我問題 結果他們都是插這個 千萬不要插這個 千萬不要插這個 插這個洞 power in這個洞 micro usb插入進去 然後呢 這邊就有個 有個A usba 出來 然後呢 連接到你的電腦的USB口就可以了 這時候請你等個10秒鐘 這時候再打開你的OBS 去新增 場景 新增一個視訊裝置 然後去抓 這個叫做一個叫brio這個名字的 解析度 不請你選這個1080p 然後呢聲音的話請你去抓 擷取音效輸入 然後去抓這一個叫做 hdmi capture 好了現在都抓到了 那我們再連接這個 hdmi的視訊來源 我用攝影機 連接hdmi線 將hdmi連接到擷取卡 好這樣就有畫面了 這樣就可以在OBS上面去做直播了